字幕志愿者 杨幗 教导小朋友不一定哆哆嗦又长又沉 有时候用一句简单、精锦的格言放入他腦部 效果可能更深刻 妈妈,成绩表 蛤?你這個臭小子包? 這個時候,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用一句例子的格言代替即將爆發的負能量 小朋友,一次失敗不要緊,記住這句格言 失敗乃成功之母 什麼乃? 即是說,失敗是成功的媽媽 明白了嗎? 那失敗的爸爸是誰? 蛤? 努力咯,一定要加上努力的 那成功的表姐呢? 蛤? 成功的表姐? 不就是驕傲咯? 那失敗是不是驕傲的姑奶奶? 也是咯 那表姐夫呢? 啊,智慧就是成功的表姐夫咯 有多少個子女 是呀,表姐和表姐夫他們 有三個 折劍,堅定,堅定,還有孝兒 哇,沙錦多 哦,不是 堅定和孝兒是契仔 那誰是契哥? 你問那麼多做什麼? 沒有,搞清楚一點 那即是失敗的契表 原來是驕傲嗎? 是啊 原來真的是這樣 那智慧的叩相功呢? 是很煩啊 哦,這樣 不要這樣了,你跟我說一次 今天學會的格言是什麼? 今天的格言呢 乃是 失敗和努力呢 就生了成功 成功的表姐乃是驕傲 他跟哪個智慧呢 就生了兒子 折劍 所以折劍就乃是 失敗的表扣 成功呢 乃是 折劍的表扣 不過失敗還有兩個契弟 堅定和孝兒 他們不是智慧親生 不過都可以算是 努力的表兒生 至於誰是契哥呢? 暫時就未知 不過很肯定 堅定、孝兒和哲義 就不是超生 所以好煩呢 就乃是 多謝格言 好 蜜太教了一間電視台 下雨了 下雨了 好羞心 好 這個是蜜蜜 和蜜太的故事 然後笑死 好 好 又是每天一景句的時候 小朋友記住 一鳥在手 勝過百鳥在臨 那二鳥在手呢? 二鳥在手勝過二百鳥在臨 三鳥在手呢? 勝過三百鳥 你問那麼多做什麼? 不清楚 不清楚 總之幾多鳥在手 都好過幾多鳥在臨 怎麼這麼多? 你想多少? 我想…我想去小便 每次教你東西 你都要小便 因為一鳥在手勝過八鳥在臨 參差十趣 我都要小便 不可又不可 再切一切 你回不可 小便 你不可 你不可